旅中有很多表示样态的词,也就是说一个东西看上去像另一个东西看上去像什么样子,有什么的样子 比如说这一些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其中的这个soul是比较特殊的 很多我们在学的时候会很容易的就用这个东西看上去有什么什么的样子说明这个单词 因为它的汉字是这个像,不要把这个像字给翻译进去 应该理解成眼看着就要怎么怎么样了,看上去就怎么样 而其他的这一些呢,都有一种比喻的意思在,一样东西看上去像另一样东西,但是它没有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这边哆啦A夢拿出了他的相机,说这个相机可以拍到一些大事件 马上要发生时候的那个状态,捕捉到关键时刻的那个照相机 所以这边用了什么呀,这个大事件他 Occoriso,是不是ocoriso,眼看着就要发生了 还有一个很常见就是把它加在形容词词干的后面 就是oiciso,看上去就很好吃 是不是也没有比喻的意思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